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天天,很高兴再次和你相聚在空中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单元是空中留言板 那今天要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生活点滴的是Momo 她今天要跟我们聊一聊她自己在学习情绪管理的过程 以及她对于情绪管理这门功课,她有什么样的体会 人人都有情绪,可是不见得人人都有管理情绪的能力 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有管理情绪的能力的人吗? 我们就先来听听Momo的分享 我们的房东妈妈呢,是一位退休的中学辅导老师 她以前是念心理资商辅导研究所毕业的 今天那位房东妈妈来跟我收房租 顺便问了一下,住我们这一层几个女生的近况 聊着聊着,房东妈妈忽然对我说 Momo,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小孩 每次看到你都笑笑的,很有耐心的样子 我可以问一下吗,你是不是虔诚的教徒? 嗯,我是基督徒 原来好脾气,也可以让别人认出来我是基督徒啊 那位房东妈妈推测,她就继续说 你爸妈的脾气应该很好吼 嗯,其实呢,我的爸妈很普通 他们不是那种always smile的好好人 也曾经有一些外人偷偷地说 我的爸爸妈妈脾气不好 而我呢,也不是天生就脾气好 我小时候记得妈妈最常骂我的就是倔强 脾气扭,爱顶嘴 但是现在,在中学里面 我居然已经在教别人情绪管理了 我知道这一些并不是我侥幸学到的 而是上帝刻意预备的 从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读了好多 谈你的原生家庭 谈人格特质 谈人际互动的书 有一些书真的很不错 像是《情绪的镜子》 还有美国的一位辅导专家写的 《与豪猪共舞》 里面在讲DISC人格特质 当我决定要把这一些所学习到的东西应用出来 真实的去面对一些人和环境 特别是面对我的家庭的时候 上帝就以他的恩典来介入我的生活 介入我的情绪 使我能够脱离那些我从小到大 充满在我里面的自卑 畏惧 苦毒 还有因为总是生闷气造成的内伤 现在的我 其实 重启量只不过是培养出了高度的自觉性罢了 让我在每一个时刻里 能够敏锐地察觉到我当下的感受 学习去找出我当下这些情绪的原因 借此来发现我里面的内在问题 譬如 我可能想要与人争敬 我可能嫉妒别人 我可能对自己没有信心 或者我可能渴望去换取领袖的肯定与关爱 或者我自以为比别人有智慧 这些情绪背后 总是能够让我看见许多在我里面真正的问题 而感谢上帝的就是 这一切的一切 他都带领我一步一步去克服 圣经上说 你心里不要轻易动怒 因为恼怒留在愚昧人的胸怀中 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大显欲望 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 我期许自己能够看着耶稣 能够越来越有耶稣那柔和谦卑的性情 非常谢谢某某在空中留言板跟我们分享 她在学习情绪管理的这个心路历程哦 事实上情绪管理呢 是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 因为只要你活着 你就一定会有情绪 你就一定会有所感觉 那情绪又分很多种啦 有负面的情绪跟很高兴喜乐的那种情绪 当负面的情绪来袭时 你该怎么样面对呢 有些人呢 不太容易察觉自己的情绪 他其实已经生气了 但是他还用理智在说服自己 想要把负面情绪压下去 我曾经呢认识过一个朋友 他已经生气了哦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不高兴 他说我没有不高兴啊 你有看到我哪里不高兴吗 基本上呢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在不高兴啊 他有负面的情绪了 可是呢 他不断的否定 其实我觉得情绪管理的第一步 就是要接纳自己的情绪耶 要接纳自己 总是会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 会有不高兴 不快乐的时候 尽而知 我们再去寻找 让我不高兴 不快乐 或是让我生气的原因是什么 一步一步的来察觉我们的情绪 我们也才会更懂得 怎么样来管理好情绪 因此呢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他说啊 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情绪负起责任 不能说 哎 都是因为你 所以才让我情绪不好哦 哎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情绪负起责任 并且学习怎么样好好的做情绪管理 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 在圣经的里面呢 我也看见 哇 我们的主耶稣呢 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啊 是非常的好 主耶稣在传道的期间呢 常常遭遇人的毁谤 被人讥笑 戏虐 甚至被人鞭打 然而他的情绪没有失控 甚至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他还能够为这些钉他十字架 戏虐他的人来祷告 他向上帝祷告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其实我觉得主耶稣哦 他能够这样饶恕人 他能够情绪控制的这么好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他了解自己的身份 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 因此 他在面对这些人的挑衅时 他可以心平气和 因此呢 主耶稣也勉励我们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一个情绪管理不好的人啊 他的心一定常常不会平静 要怎么样得享安息呢 就是来学习主耶稣 谦卑柔和的样式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来分享这首歌 快乐之旅 下次空中再会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